大家好我是赛先生科学工厂的Kevin 那这次是因为我们世大运 台湾选手表现得非常的出色 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聊聊 他背后是不是有一些其他的原因 有些人认为是有可能会跟一个叫做 米田宝血型有关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聊聊 血型的这件事情 血型大家都知道我们分为ABC 不是没有C了 血型大家都知道我们分为AB ABO这样子的一个血型的分类 血型为什么会有这些的差别 我们先撇开血型 会不会跟你的个性有相关的 这一个并不是很有夺辑的一个实验来说 原则上我们暂时把血型分成这样子 它在演化上有它一定的目的 秘鲁人 秘鲁人那边的人他应该在南美洲的时候 O型血能够非常的抗虐疾 所以几乎秘鲁有一些原住民 他全部都是百分之百的O型 在AB跟ABO的这些血型里面 大致上是分类成这四型 当然还会有什么RH阴性跟阳性 所以在这个世界上 其实有三十几种 有被登录到的一个血型分类 在危机上大家可以查一下 但是实际上有一种非常罕见的血型 因为在百种人里面他们的血型 大概五万人里面 才会有一个人是这样子的血型 就是米田堡的血型 但是米田堡的血型 在台湾的原住民就非常的常见 在阿美族人里面 甚至会到达88%到90%之间 都会带有米田堡型 所以它这个血型的输错血 会对台湾人来说会非常的严重 所以马街医院当时他们会做了一个研究 就是要研究这些 血型对台湾人的分布的一个族群的状态 那在马街医院的许全新博士 他同时又研究了这些血型上面在 红血球上面的一些特点的时候 发现它上面会有一种叫做带三蛋白 带三蛋白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点 它就是对于二氧化碳的进出会非常的快速 所以他推论 他推论如果有带三蛋白的 就是米田堡血型的运动员 他有可能在二氧化碳的排放上速度会更快速 所以他在台东跟华林进行了一系列的测试 发现真的事情如他所料 这些人最后他们在整个的有氧运动之后 能够代谢的二氧化碳的速度会非常非常的快速 那所以我们台湾终于有一个实际的实验证明 我们有点像变种人一样 几乎理论上因为我们按照演化论来说 我们所有人都是变种人 只是刚好我们的血液中 带有一种米田堡的血型的人数会更多 那这种人数会比其他人多很多 代表我们产出优良 运动员的机会会比别人高很多 所以常常有人说 这个世界上最怕的不是天才 也不是怕努力的人 而是怕努力的天才 所以我们台湾是很有机会 能够产生非常优秀的一些运动员出来 所以希望各个政府单位 以及各个体育协会 都可以加紧的努力 让我们台湾能够产出更多优秀的运动员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